欢迎收看财经SPSO 晚上好 我是威敏 马上来关注今天的股市走向 特朗普暴冷当选美国总统令昨天亚洲股市大跌之后 今天跟随隔夜美股走高 马股在投资者消化之后 今天逢低买入 全天起了5.12点 闭市时收在1652.74点 至于汇率方面 马币表现依旧暗淡 截至5点对美元报4.2565令吉 对新元报3.0397令吉 耳朵投数据显示 本地机构今天互盘买进了1亿9108万令吉 外资卖出1亿1677万令吉 散户也卖了7430亿万令吉 接下来的钱买外单元 首先来看郭鹤年旗下连锁酒店香格里拉 截至今年9月30号为止的第三季业绩报告 该公司净利下跌28% 报2988万令吉 主要是受到马币对美元转强的影响 由于该公司借给缅甸联号公司一笔美元贷款 在马币升值之后 该公司承受一笔未兑现损失 如果排除外汇转换 该公司净利其实是按年提高的 至于营业额方面 在沙巴和冰城业务改善之下 上扬5% 报1亿4227万令吉 接下来看西港控股 截至今年9月30号为止的第三季业绩报告 由于货柜处理数量创新高 加上收费调高了 带动该公司净利走高16% 达到1亿5103万令吉 而利三季营业额则有4亿7441万令吉 比前期增长了18% 最后是丰融伊斯兰银行和大马投资银行 传出人事变动 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称 在2011年加入丰融伊斯兰银行 担任首席执行员的拉扰德迈穆娜 已经离职了 并且将跳槽到大马银行集团属下大马投行 担任首席执行员 接过即将约满离职的 布斯帕留下的职务 不过这一项委任还有待国家银行批准 而这两家公司都没有回应这些传言 那今天的财经到此结束 谢谢收看